藝人的收入有多少 那我的官員護士一起大概是XXX 如果周波的話 可以賺幾塊 1989一面間啊 就是三弟的偶像劇 你這個人一起播放在 那我記得我拍的第一個文明是 孫燕姿的 我要的姓 好幾個 好像是XXXX 藝人的收入有多少 對 因為我本身是演員 然後其實它不只是演技而已 然後還主持 所以說現在公布的這些 我們的收入啊 都會是五年前 五年前的 近期的我們可能不會公開 那我第一部戲是公視的鑷子 那時候是 我是閃水 我記得那時候 拍完吧 總共就一萬塊 但是是我第一部戲 但是那個總共加起來 大概才一集 一集以上 接近兩集 然後大概拍了 我就拍了一個月吧 一個月以前就把它拍完 然後觀音的故事 然後那時候是八點檔 然後演豪富華這個角色 那我的 觀音的故事一集大概是一萬 到一萬 對 然後那時候 一天一集的話 其實這樣算 以賺錢來講的話 八點檔確實是比較好賺錢 人家當然也是會蠻累的 要看狀況 18歲的那個 大家比較知道 是九將風 九將風那時候印象蠻深的 那時候 因為是我第一次跟 一群童年齡的演員一起演 然後 那時候我跟小月就掛 我們講 算是男一啦 男主角這樣 那時候我的 費用是 我記得沒錯的話應該是 十萬塊 但那時候大概拍了 一個半月吧 對 那一個半月賺十萬塊這樣 所以那時候 比18歲的我來講 就是還不錯 還蠻好的 最主要是有一個很好做 1989一面見啦 就是三立的偶像劇 我記得那時候大概 好像是三萬四萬塊 對 那時候是周波的 所以等於是說 你一個禮拜 有三到四萬塊 那一個月的話 也是有十萬塊 其實 重格就是 剛剛說的八點檔 八點檔的話 就是 一天就一起嘛 我記得那時候大概是 一萬塊 對 那當然 到底這樣算起來 如果周波的話 可以算 一個月可以算十幾萬 那 司機是鬥狗的話 一集 一萬塊 那這樣算起來 一個月的話 可能就比較 可觀一點 就可以有機會的話 就可以 接近到二十年 對 但 這些都是在我們 有工作的時候 才有這些朋友 那沒工作的時候 當然就是 完全是沒有工作 嗯 因為其實 沒有看大家想 決定起來了 可是你也到 有的時候 工作了半年 有可能 半年 甚至一整年都沒有工作 你就要把你之前的寫起來 全部 推回到這些 空窗企業的時候 其實 也沒有想像這麼多 接下來換你支持你 我覺得其實 以戲劇來講的話 大概就是相當前釀 比方說像是一些主持 或者是一些 直播類型的 然後也是推廣一些 像是 專業型的 像那個 我那時候就跟 怡辰就是 她是專門講 車子的嘛 大家應該知道 我個人也蠻喜歡車子 然後所以那時候就去 那其實這樣叫的直播 我記得 播的時間 沒有說很長 可能播好像一個小時吧 但是問題是 你要事前先準備工作 再加上 我們不能要提早到 然後因為你要先去 真的了解一下 車況啊 然後熟悉一下環境 所以其實 這些東西 都是夾在裡面的 然後這個也是 大概五年多前拿來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 我們現在已經完完全全都是 魚桌啊 或者是四枚子 這一類的東西 所以現在這行星 好像真的也比較高 然後另外就是 大家很好奇就是 我本身 大家可能會覺得 我會有非常多的MV 但是其實 MV反而 沒有那麼轉 甚至很多 都是所謂的 棒棒 我記得我拍的第一個MV是 孫燕姿的 國藥的信 好像是 兩千還是三千吧 哇 對 MV是還搞錯彎了嗎 有嗎 沒有 沒有 但可能有 不知道 2003年參與 新月 喔真的 新月那時候是 跟 張孝辰 張天玲跟 陳怡蓉 新月 此之憶 你還記得那時候 價錢大概多少嗎 喔 這個都周波了吧 此之憶還會五千塊 所以妳是周波了嗎 就是 不是周波 是八點的啊 快拿OK啦 雖然是 新 還是新手 那新月呢 新月是周波的 喔對 新月是周波的 應該至少也有可能 一萬多嗎 新月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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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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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沒有 很難破萬 沒有 剛剛一塊戲真的很難破萬 剛才那時候的錢再大 對那時候的錢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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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那順利保的錢應該就比較高了吧 那時候的身體是比較 比較 所以老婆其實因為也 我不能算主角 又是 其實受了 優勢的一個 對 算是中間後來加入了一個 可能萬三萬吧 一起 電王快打 我從小看你電王快打 喔電王快打 那別聽說屁啦 我不要信 搞貴欸 價格好像 一萬吧 一萬二萬吧 一萬塊左右吧 好的 今天就是我們跟大家分享 我們就是當演員啦 然後拍戲劇 八點檔 MV 然後 之前 幾年前的週 其實各行對都有困難的力 對 你都不聽 對 但是真的都程度容易 然後你如果真的要認真說的話 反正就要持續 要動 要動 動 動